自香港国安法生效以来,直至目前,一共有186人 因为涉嫌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或者活动而被警方拘捕 当中115人已经被检控 另外有5家公司也因为涉嫌干犯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而被检控 至于在法庭的审讯方面,在8宗目前已经完成了审讯 所涉及的10个人的案件中,所有被告都已经被定罪 目前最高的判刑是监禁9年 香港国安法的实施是扭转了特区自2019年开始的联局 暴力行为也大幅下降,鼓吹港独的情况也不断减少 此外,很多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组织也相计是自行解散或者停止运作 上述的成果是清楚证明了香港国安法的实施 已经是发挥了相当的成效 继续续统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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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统